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節目是由燦爛時光 還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包括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一個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在中正大學的 晉升技師廣播電台 每個禮拜五晚上會播出 在視頻的節目上面會在每個禮拜天 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也會在公庫跟燦爛時光的網頁上面 會直播會來做後續的播出 那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談一個 我覺得其實也是我們節目 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所謂的移工 或者有人把它叫做外籍勞工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在台灣越來越 所謂的工業化的社會裡面 或者是越來越繁忙社會當中 我們有大量的勞動力 其實都是以外籍勞工 或者移工來幫忙填補 不管他是在家裡面的工作 或者是在所謂的工廠上班 但是這些人在台灣生存了這麼久 我們對他到底有多少的了解 我們會不會常常看到 外面那邊有一群外籍勞工 我們就趕快離開趕快遠離 或者說你們家可能也會有一些 從外國來的幫傭的一些朋友 你會覺得說盡量的讓他做一些 家裡面各式各樣的雜七雜八事情 可是他其實你當時聘他的時候 只是照顧家裡面的長輩 但是他最後可能要去買菜 要接小孩 一大堆很複雜的工作 在他的身上 我們對這些外籍勞工 也就是從外面來台灣協助台灣 不管是在生活經濟發展的朋友 有多少的了解 或是有什麼樣的態度呢 其實最近有一部很有意思的紀錄片 叫做快跑三十六小時 我們今天節目就要來跟他邀請到的是 這部紀錄片的製作人 Alex來跟我們談 這部片叫做快跑三十六小時 Alex你好 嗨 老師很好 謝謝 對 非常開心來跟你做連線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 這個名字為什麼叫做快跑三十六小時 這個名字是怎麼取的 然後他到底在談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快跑三十六小時這個紀錄片的名字 首先是來自一個 它是一種比喻 就是說 可能一些外籍勞工一天到晚一直在工作 然後他們就是像7就是一直on call 然後等於說 甚至是超過一天的工作量 二十四個小時那麼多 那麼多一天二十四個小時的那個工作量 跟休息的時間也很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種比喻去代表說 這次外勞在台灣是多辛苦 然後他們的工作的環境是怎麼樣 跟一般的人 他們的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不一樣 然後內容裡面大概是講到說 為什麼外勞在台灣長城會逃跑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發現這個現象越來越多 而且它是從哪裡來的 我個人為什麼要拍這個紀錄片 就是因為我在台灣算是外國人 嗯 對 對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還沒到台灣人那樣子 然後我發現不管是白領 或者藍領 藍領應該算是外籍老婆嘛 對 因為很多原因他們都很想留在台灣 但是因為遇到一些政治上 或者生活上的困擾 就要一直離開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畢竟他們都很愛台灣 覺得台灣不敗啊 不過到最後可能因為他們跟老闆 或者雇主 有遇到一些奇怪的狀況 然後沒有辦法去解決 因此就離開了 然後後來就發現他們都往別的國家 然後很有華財的人 就是有可以給台灣的社會貢獻 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為什麼到底有那麼多一些問題 那我反正我先就跟一些白領工作著談 然後發現 然後就後來跟一些藍領的外籍老公談一談 因為我那時候的 就是幾年前 我去萬方醫院那裡附近 然後那邊有很多外老 然後我去跟他們談一談 就發現他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白領的很不一樣 那我去問什麼 那問他們就是說 那你一天到晚的生活的環境大概是怎麼樣 我就是好奇 然後他們後來就慢慢的跟我講說他們的生活 我就發現很多都是逃跑的 然後很多都跟固執有很不好的關係 那我就嚇一跳 我說為什麼我們都沒問題 然後 對啊 我們就覺得 嘿 台灣都很不錯 我們都沒有遇到這些問題啊 那我都覺得 好 這個是值得談 我就是去探索一下 然後剛好我那時候是 政大措施生 我要找一個論文的題目 然後我去選擇說好 我去選擇台灣的對外籍勞工跟外國人的政策有什麼差別 嗯哼 對 大概七八點是從這邊開始 然後後來我就慢慢的去瞭解台灣政府的政策跟外籍勞工跟白領的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有什麼差別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起點 就是在台灣也有一些朋友來排有關外籍勞工相關的紀錄片 不過從一個所謂的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台灣這個國家的外籍勞工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識的一種對照 那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個逃跑快跑36小時 我還以為是比較意涵的 只是一個 所謂的逃跑外勞 或者逃逸外勞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其實你要談的是說 一個人是24小時 可是外籍勞工 他的時間其實是36個小時 但是壓縮在24小時 甚至壓縮在12個小時當中 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看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知道 您剛剛也提到了 你訪問了很多的這些外籍勞工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們說 在一般的外籍勞工眼裡面的眼中的台灣人 他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哎 聞得很好 這個蠻蠻掙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多人都覺得 哦 台灣人都很好 但是為什麼在有一些工作的狀況 會遇到一些 比方說甚至是算是虐待 或者沒有辦法休息的狀況 我後來我一開始 要不要去問很多台灣故族 或者台灣人覺得說 有沒有種族排斥這個概念 我沒有很相信說台灣人 就是很 本來就是算是有很多壞人 或者可能要故意的對 這些外籍勞工有不好的行為 那我 我越來問就發現說 他們的概念大概來自哪裡呢 是來自 中介公司 中介公司也是跟政府有關係 就是因為一些正式 然後造出來的一些狀況 但是主要的就是從中介公司開始 所以我就問 這些工作者說 你們去哪裡 就是你們的中介公司是在哪裡 我要跟他們談一談去說 然後瞭解他們的申請的 然後請的 聘工員的狀況 員工的狀況 那後來發現說 我們其實有拍到不少 中介公司談拍的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跟這些外籍勞工 跟僱子講什麼 完全不一樣 怎麼說呢 怎麼不一樣 對 他們都露出來說 因為 中介公司的產品 如果我們說產品 你跟一家公司要推廣的東西 他們所謂的產品就是人 那當然每一家公司都想推廣最好的產品 說這個比你好什麼什麼 然後所以他們會去推廣這些人 因為 24個小時oncall 什麼都可以做 那不管是什麼 你跟他們講 他們就會做 那反而 外籍勞工這邊聽到的就是 中介公司跟我說 一天八個小時 然後我就要照顧一個阿貝這樣子 所以到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的概念完全不一樣 對 他們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進入一個家庭之後 固執有一個他的想法 外籍勞工有他的想法 然後變成有一些 冲突 那再來呢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去解決 因為中介公司其實很多都沒有跟他們說 要怎麼去解決 或者身體 沒有告訴他們怎麼保護自己 這個包括外籍老公如何自我保護的這種方法 也不是很清楚嗎 對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對 沒錯 然後到最後他們覺得 OK 狀況如果真的變得很糟糕 他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解決 甚至一些真的知道 但是他們因為一些政策的問題 我等一下可以談到那個 但是 主要的就是 遇到固執這個狀況 他們就覺得唯一的選擇就是逃跑 那為什麼會變成逃跑這個名字 其實如果你考慮到說台灣政策的就是對白領的政策 有沒有發現說其實台灣沒有所謂的逃跑的外國人 算是白領的 沒有逃跑的白人或是白領階級 欸 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對 沒錯 所以台灣其實這方面會造出來自己的問題 因為這些外勞沒有辦法自由轉換 像我們 如果說我們真的不喜歡我們的故事 那好 我們會面對工作證或者簽證的問題 那可能要先促進再回來 嗯 這個我都知道 那他們如果知道是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 就是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因為他們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他們有一大堆中間公司的費用要付 他們覺得 那我沒有辦法 如果我離開 我放棄我的合約的話 我的發展很多 然後我要賠錢也很多 嗯 所以他們可能有兩個選 一個是淘寶 或者一個是人下去 嗯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 我們對於所謂的外籍勞工的期待 或是外籍勞工對台灣雇主的期待 其實仲介這個角色都已經幫我們定義了 或是幫我們已經建立好某種的想像了 可是在實際遇到的時候 其實是很大的落差 但是遇到這個落差的時候 其實雙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所以對於這些外籍勞工來講 當然是雇主相對下是一個比較優勢的角色 所以他們就通常選擇冷氣吞聲 或者是留下來 那這個 呃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離開了 那他們離開之後都跑去哪裡了呢 這些外籍勞工這些所謂的逃逸外勞 或逃跑來外勞 他們都跑去哪裡 他們難道不會擔心每天擔心會被這個警察抓走嗎 很多都非常緊張 其實他們跑到什麼地方都有 其實如果你看到餐廳有看到外勞 其實這個算是很違法的 他們不應該在哪裡 有一些特別跑到哪裡去 或者一些很多去按摩店 所以如果你遇到什麼泰國人 通常那個應該算是違法 就是按照台灣拼外勞的證實來講的話 再來可能就是一些在私底下 有很多一對一的應該是說家庭啊 他們可能會找一些家庭 可能要短期就需要幫忙 然後是朋友會去介紹 所以他們到最後 反正就是算是違法的逃跑的人 然後他們都留在台灣的社會 其實這個也變成台灣的一個負擔 因為警察也要去一直去抓 然後要耗掉很多費用 就是國家的錢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反而他們本來也不一定要存在的 然後他們可能也會跑到 然後很多之前有打電話跟我說 他們跑到一些 好像就是在跟一些農民 他們會種一些水果或者菜 反正什麼工作都有 對 不然可能會跟一個當地人 甚至會結婚或者交往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們都活在一種相對之下不穩定的狀態 對比這些所謂的逃跑外來 就是外勞剛剛講說 他其實沒有所謂的自由轉換雇主的權益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當然是有的話也是比較複雜的 可是從你一個所謂的白領的 或者所謂的白人 或者外國人的角度 你去看到這一些人 跟你們自己的一些所謂的白人朋友 有這麼大不同的時候 你們自己的感觸跟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些外體勞工 其實他們很多來自貧窮的國家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了解說 可能他們會不會再被騙 或者要小心什麼東西 因為畢竟他們甚至也不會用電腦 所以一開始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搜尋 說那樣我應該心裡準備什麼 或者我要準備什麼東西 所以從開始他們就沒有什麼概念 不是說因為他們很笨 就是因為他們國家的教育的關係 或者什麼 然後唯一的就是這些公司 跟台灣的或者菲律賓的 看是哪一個國家的 他們的概念就是來自這個 然後我們外國人反而可以上Google 可以去了解很多關於台灣的文化 工作狀況 所以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台灣政府盡量是去管這些中級公司 然後推廣一些文化交流等等 但是因為公司還是到最後會走一些漏洞去說 還是要告訴他們真實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對就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他們就是感覺他們到台灣真的不知道他們會遇到什麼東西 或者他們在做什麼 就是有點純粗的感覺 對我想拍照片子其實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那我相信在這個過程當中也遇到一些困難 也許待會在Alex可以告訴我們你拍攝的困難有哪些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其實在台灣的法令當中 它規範的所謂的外籍勞工跟外國人 其實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概念 雖然對我們來講他都是外國人 可是其實在法律上面在他們權利義務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相關的條件上面都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請教Alex 當我們看來台灣的多數人的工作人員 你會看到家庭的工作人員 擁有一個大部分 這有關於工作的設計 我們請教育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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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國際上 台灣、香港、中央的中央 尤其是他們遇到很多問題 我去美工 我告訴他們 因為我睡在桌上 他問我 要不要跟他說 真的他問我 要來這邊是有錢的啊 可是我 我說我沒有 他說 要來這邊是有錢的啊 所有的家庭的工作人員 他們會面對我的治療 他們會面對過的過程 有很多過程 他們不能休息 甚至他們沒有休息 台灣人可能有些不好 也有好的故事 那不好的故事 我會覺得他們的心態 可能覺得說 反正你單獨一個人在台灣 你在我家 您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周翔 我們節目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 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還有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晚上 在中正大學的新生經濟廣播電台會播出 今天晚上九點半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會直播 接下來會在公庫跟燦爛時光來播出 今天我們要跟他談一部很有意思的紀錄片 也許在這個月的月底就可以看得到這部片子的放映 今天要跟他談的是這部片子的片名 其實非常有意思 叫做快跑36小時 今天訪問的是這部片子的製作人Alex Alex你好 你好老師好 我們剛剛在三段節目當中其實也提到了 在整個台灣對外勞的一些簡單的 所謂互動政策的部分 特別裡頭也提到了所謂的仲介的角色 我們待會兒也許可以再花筆 然後多了時間再談一下這個仲介 他們的一個有意思或是他重要性的地方 不過我想我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在於說 你在拍這部片子來講其實會不會有一些困難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很多人想要拍有關外籍勞工紀錄片 他其實很難進入 很難進入是兩個層面 很難讓這些被拍攝者 外籍勞工能夠去接受 願意去跟他坦承 另外的其實是很難進入到他的生活領域 或是他工作領域去拍攝 你會遇到這樣的困難這樣的問題嗎 其實老師講到兩個最大的問題 對 就是因為很多外勞他們很害怕被拍到 他們會覺得說以後如果被拍到的話可能會被抓 所以其實我們的話這個片子大概是在兩年多的時間拍了 那為什麼也花到那麼多時間 主要原因其實第一個我們那時候也是學生也有工作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真的很難去找到 願意可以接受訪問的外勞 對 我們其實去很多 算是保留中心 保護中心之類的 還有一些教堂 就是很多菲律賓人會去的地方 考驗員 甚至台北也有很多 但是他們都 我們意外他們都不行 就也不想講 那其實OK我們說好 那我們把這個相機標拍也好了 就坦白地講 其實我發現也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說他們的狀況是OK 也許他們比較誇張地說 但是我們其實也很想去找好的故事 跟比較為什麼可以有一個好的狀況 跟一個所謂的壞的狀況 比起來有什麼差別 那其實不管我問多少人 都是比較偏向不好的經驗 那我就很嚇一跳 我說那我們怎麼可以去比起來 有一個比較公平的立場吧 對 然後其實也找不到 然後我們大概在兩年的時間 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到最後大概有三到五個外勤勞工 就是去認識他們之後 他們的心才打開 就開始跟我們談 因為需要有一個信任的程度 那我們的片子其中有一個 他叫做Diggy 他是我們主要的所謂的主角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 他後來就跟我們的關係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他一直講說他的故事在哪裡 然後甚至他的中介公司也是在哪裡 然後透過 所以我們後來就跟著他說的 跑到菲律賓裡 跑到台灣整個的 他整個的那個被 hire 被聘的那個整個的過程中 當中他遇到了所有的公司 我們都去找他們 對 然後 他們願意讓你拍嗎 這些公司 對 那再來就是 他們不願意 當然不會 所以我們其實也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拍 OK 應該是這麼說 對 他們也沒有說不願意 就是我們就是進入 然後做 就是裝一些設備 這樣子才可以拍得到 嗯 但是我們都沒有露出來他們的名字 跟他們的工作地點 這個不會也不太公平了 OK 但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主要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 對他們不願意就是被拍 然後第二個就是可能資金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開始要去充募資金 沒有人覺得 這個片子應該是 我會支持你 我們其實有開一個 Kickstarter Kickstarter就是一種平台 你可以充募資金 那我們本來要 充募五千塊美金左右 然後大概捐到一半 然後如果你沒有 充募所有的錢的話 你就一塊錢你拿不到 所以到最後我們是完全依賴我們自己的錢 跟自己的能力 所以不管我們可能要 就是比方說在禮拜二有 早上有空的話去拍 然後幾乎每個週末都會把握時間 然後我們也用自己的錢去 飛到菲律賓去 然後就是工作要請假等等 但是是OK 我們很願意 因為我希望就是可以幫忙 我們都希望可以幫忙台灣 幫助台灣人跟外勞的關係可以變好 所以我覺得是OK 雖然是蠻大的挑戰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特別是還要 除了遇到一般我們看到拍攝的困難之外 當然還包括你必須要放棄 或是要暫停自己的一些工作 甚至要自己花錢去拍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那無非也是希望台灣的人能夠對外籍勞工 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或是有些更親近一點的這種認識 那其實做為你一個所謂的白人 做一個外國人來去拍這樣的影片 那其實除了你自己的一種 所謂的心理上面感受之外 我想要請教的是 在你這研究的過程當中 在你探索的過程當中 到底台灣的法律對於外國人 就是所謂的白人跟外籍勞工 就是從東南亞來這裡協助台灣經濟 家庭發展的這一群工人 在法律上面在法規上面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概最大的產品可能就是從90年代 一直到2006年的時候 外籍基本上唯一的可以被 就是可以來到台灣工作的狀況 一定要透過中級工資 所以台灣整個的這些外籍的工作的環境 都是來自一些私人的公司 反而不是透過政府或者個人的關係 就是自己來自己走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從大概2006年之後 台灣政府有發展一個平臺 目前我也忘記那個平臺叫什麼中文 但是公主可以直接上這個平臺 填寫資料 然後直接拼一個 可以選一個外籍這樣子 來台灣 然後大概是透過政府 辦所謂的程序這樣子 對 那這個我覺得是有影響到 你剛剛說的那個差別最大的 對 然後基本上外國人 因為大漁也不一樣 但是其實外籍本來就知道大漁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不能說是不公平的 就是他們也本來知道是多少錢 是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到最後外籍 然後他們因為要跟雇主一起住 這個也是很大的問題 對 怎麼說呢 因為這方面也不能怪台灣雇主 因為畢竟他們還是給外籍一個地方住 然後外籍他們的薪水太低 還不到兩萬塊 所以要去租房子 然後其實那個會耗掉他們的薪水很大的部分 然後畢竟他們是因為錢就來的嘛 所以他們也不敢去說 OK 那我去住外面 這樣子如果你跟雇主住是等於說 是等於說 我們想到說你要跟你的老房一天到晚一起住這樣子 然後你就在旁邊 對 你回去 所以對 他在你旁邊 或者在隔壁 然後他隨時要什麼 他就可以請你 那你 因為不好意思拒絕 對 會覺得 畢竟那時候老房我應該至少幫助吧 對 所以這個也蠻複雜的 那要去說 要去說清楚那個界限在哪裡 我覺得可能一定要透過一些政府法律上去補 跟雇主說 要怎麼分別 然後工作時間在哪 就是什麼時候分別 因為美國 比方說 因為我是美國人 那比方說 墨西哥人都來很多美國的家庭 但 會分別很清楚說 那因為政府對這個很嚴格 如果被發現說他被虐待 或者工作時間過斷的話 雇主會有很嚴重的發展 嗯 然後 就是所以雇主會覺得 好了 那我不看 所以墨西哥人的 在墨西哥外籍勞工人 是跟美國雇主住在同一個屋子裡面嗎 也不一定 但是有一些會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有看到一些是這樣子 那我可能一半是這樣子 一半沒有的 嗯 對 但是如果有的話 他們還是會分別說 那到幾點到幾點 那你上班 你下班 嗯 對 因為畢竟 美國人也沒有很想一直看到 對 不過在台灣 我知道 其實這些外籍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要照顧阿媽 阿伯 對 那 我知道台灣人可能就是 還是滿意來那個員工去照顧他們的父母啊 或者經濟這樣子 所以變成他們也反正已經顧這個外籍 然後可能在的狀況還是有一個這樣子 那要怎麼去分別真的很難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像我以前說的就是他們可能也不知道那個界線在哪裡 嗯 可以造成說工作的風量很大 然後不然全家界有一個衝突 我覺得這其實真的是非常困難 特別是很多人 一方面是在食物上面會請外籍勞工來照顧這些阿公阿媽 基本上來講 可能這個雇主本身是非常忙碌的 在這種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 他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 所以他就尾由另外一個外國人 但是他希望這外國人能夠面面俱到 另外一個就是在於所謂的那個界線上面 就是在一個家裡面 其實他很難做所謂的勞動檢查嘛 他很難去做非常清楚的這種規範 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國家 怎麼去做這種所謂的公時的直接的這種規範 或者是說在台灣其實也不斷的在強調 每年都有所謂我要休假的遊行 這個遊行這個抗議是有用的嗎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先講這個抗議的遊行 其實我們那時候2011年有去拍一個 然後我們都會問所有的路邊人 是看到這個遊行的人 我說嘿你知道今天的活動是什麼嗎 他們都不知道 然後有一大堆人在路上大喊大叫 去報議員說這個狀況要改變 但是你透過一個很憤慮的狀態 就要解決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不太對 那我知道這些NGO他們的心是對 他們的心是好的 他們沒有壞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其他人家又不一樣 我們反而覺得要拍這個片子 就是為了去給很多人看說 你拿去不一樣的想法去面對這個狀況 我就想到說你對待你 你向別人對待你 你可能要對待這些外貿等等 老師有講到別的國家 像韓國、日本 其實他們也有自由轉換的選擇 但是肯定要看到 肯定有限制的地方 說你要在那邊工作一年或是到兩年 那台灣本來有一個三年的限制 不過所有的外貿都跟我們講說 當他們三年的合約到的時候 總結公司會跟他們說 你要出境然後回來 然後為了出境再回來 他們要重複辦 整個被聘的過程 所以變成說 那個貸款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因為一開始他們申請 申請的話 中結公司又可以拿一筆錢等等 所以變成那個錢一直都沒有辦法還 那反而別的國家可以像香港 所以他們現在的概念就是 可能要往香港或者甚至中東 雖然我覺得中東跟無敵 就是沒有辦法比較更可怕 但是大概雇主方面 但是還是很不一樣 對 那你覺得我們對於中介的這部分 除了你剛剛講到平台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可以去解決目前這種 某種程度已經被中介綁架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故事可以很簡單 就是說想到說 如果他們換個角度是他們的話 他們希望也怎麼被對待 就是那麼直接 對 那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做 然後你希望別人對你是怎麼樣 這樣子 因為我們可能會 因為受到這些中介公司的影響 就可能會失去一些概念 或者理性上的一些感覺 這樣子 那當我們去反省一下 去了解說 聽到一些人的故事 像片子裡面的 原來是這樣子 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去想 然後說原來他們是這樣子 他們有這個問題 他們有這個想法 所以快跑36個小時 就希望可以推廣這個概念 所以不能去怪誰 去說換個角度 那也許政府沒有辦法改變那麼快 但是人可以 這是一個選擇 然後看你要怎麼選 我覺得也許換另外一種方式 假設我們自己 如果你願意的話 試著你把自己當做外勞好了 然後你另外的 你就讓你家裡面這些看護的朋友 來當做主人 我覺得去享受一下 或感受一下那個過程 其實應該是非常有意思的 特別是像這部片子裡面 除了這種比較激烈的抗爭的手段之外 也許必須告訴大家 更重要的現實 以及情感上面的那種 或是身體上面那種壓力 到底是什麼 那最後我想要請教Alex說 這部片其實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想也很多人想要去看到這部 這部紀錄片 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呢 我希望大家都想看 對 他們可以 我們大概在2014年9月底 在YouTube還有我們的網站 ihavenmademovie.com 會公開放 我們會免費的看 就是放在我們的網站 還有YouTube 我們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 我們是因為就是希望可以推廣這個概念 而去拍 而不是為了去賺錢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平台可以啊 那如果說大家真的想捐錢 或是希望可以支持這個片子的話 我們的網路上有一些相關的資料可以參考 然後那個錢可能會去發展說 就是跟政府的一些交流跟推廣的部分 我們自己不會受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可能還是有一些電影節會播 之前在太陽的話那個運動的時候有拍 OK 然後台北 如果在台北的話 我們還是會舉辦一些活動 在Facebook可以看到 我們都會寫 然後希望你可以 有一些教授開始跟我聯絡 說他們可能會播在他們的課堂中 那老師或者任何人想用的話 當然可以啊 也不一定要問我 就直接用就好了 我們不在乎 就是要參考什麼東西 當然可以跟我聯絡 但是如果你要播給任何人看 請你 不管是誰 我們就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謝謝你 我先幫你 我先跟你預定一下時間 好了有機會要歡迎到我們學校來放映 然後來做一些座談 那今天非常謝謝Alex 可以不但告訴我們這部影片 也謝謝你為我們拍的這一部影片 讓更多人可以去了解 台灣的外籍勞工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今天非常謝謝Alex 節目已經到了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你 謝謝 大家好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